你见过这样的老板吗 你给店里挣回了一笔银子 我不一定夸你 但是如果给店里挣回了一个好名声 让人家认死了咱们店里的这个信 我讲你 乔治庸不仅要讲 而且要重重的讲 我给你加薪金 给你加身骨 记住了吗 记住 但要想进一步升职 就没那么简单了 不只要会做生意 还要胸怀天下 众人一听这话 忍不住傻笑 天下是个傻玩意儿 能当饭吃吗 乔治庸也不生气 还笑着给他们解释 怎么才算生意人的胸怀天下 你碰到的每一个人 你要想 就是他一年四季最需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你老想着 把什么东西卖给他 最赚他的钱 这次去蒙古草原 就是个历练的好机会 胸怀天下虽然不能当饭吃 但却关系到他们 能不能当大掌柜 乔家将来会需要很多这样的人才 给新员工画完大饼 乔治庸赶来给全国各地的掌柜开年会 按照往年的规矩 都是功龄最长的掌柜做首席 但是今年要改一改 咱们让今年盈利最多 最辛苦的分号大掌柜 坐这个位子 大伙说怎么样 好 很明显呀 这位子非马徐莫属 但这么多长辈在场 他怎么好意思呢 今天为两号转移最多 最辛苦的人 是东家本人 这是我们在座的 谁都比不了的 所以我提议 应该由东家本人 来做这个首席 乔治庸都笑开了花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 但这个位子他可不能坐 在众人声拉硬拽下 马徐只好坐上首席之位 按照组上的规矩 乔治庸跪地磕头 向掌柜们表示感谢 随即便宣布 乔治庸新的发展方向 众人也不问为什么 反正老板说啥就是啥呗 但要想开票号 还需要一笔巨款 要把银行开遍天下 到底需要多少钱 要想筹集这笔巨款 必须得保证乔家 每年都能挣一百万 但这还不是重点 孙茂才提醒陆玉涵 这次可千万别再帮他了 筹不到钱挣好 免得以后把自己玩死 可陆玉涵还是回了娘家 陆大可一听 需要65个小目标 整个人都不好了 陆玉涵告诉老爹 你女学可不是一般人 他对钱不感兴趣 之所以要开这么多票号 是想让天下的商人 都能享受到票号带来的便利 是为了有一天 实现真正的货同天下 陆玉涵已经打定主意 就算砸锅卖铁 也要帮乔治勇 陆玉涵说了半天 建屋里还是装睡的呼噜声 便明白了老爹的态度 您就好好地守着您的银子 千万别让他们长腿飞了 陆玉涵把话撂这 转身回了乔家 陆大可躺在床上 唉声叹气 想了一个晚上 还是决定借钱 但这事不能让其他商家知道 否则以后生意就不好做了 陆大可忽然想到 乔治勇要南下犯丝仇 当即来了主意 乔治勇想用我的银子 办票号 没门 我可以出银子 跟他合股 犯丝仇 去年他下江南犯茶叶 我们借给他银子 吃了多大亏 可不是 两人一唱一和 就把方案定下了 但陆大可再三要求 要在合约上写明 这笔银子 不能用来开票号 却筹坏了乔治勇 就在这时 孙茂才一语道破 去南方犯丝仇 是啥时候走 我怎么不知道 乔治勇立刻反应过来 既然事儿都没定下来 那这银子可不就是用来办票号的吗 乔治勇兴奋的跑进屋 抱着媳妇一顿乱啃 丫鬟都没眼看了 可陆玉涵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他已经算过了 现在能用的银子也就这三万两 根本不够办票号的 那怎么办呀 陆玉涵微微一笑 早就帮他想好了 咱们还有翡翠玉白菜吗 有这样的媳妇 也不知道乔治勇上位子积了什么德 有了银子就该办正事了 可这一次 乔治勇和孙茂才去的却是两个方向 孙茂才只是笑了笑 留下一句吉祥话 就踏上了去茶山的路 乔治勇到了北京大德兴 立刻准备挂牌营业 可有人却不太高兴 大德兴茶票庄 第一天开业 就挂出了会通天下的牌子 不等成青崖开口 手下先不干了 大德兴茶票庄 在全国各府县有多少分号 就敢挂成这样的牌子 这话说的没毛病 不过乔治勇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本来打算在酒席上交流 可成青崖却一点不给面子 非得让他当众说 乔治勇的办法其实很简单 现在进商有三家票号 辉商有两家票号 总共分布在九个省 再加上大德兴茶票庄各分号 全国十三个省就都有了票号 您是票号业的前辈 又是票商的领袖 您只要登高一呼 联络所有的票号 在所有的票号之间 实行通会通对 那不光是大德兴 所有的票号就能同时实现 会通天下 会通天下之日 也就是或通天下之时啊 乔治勇兴奋的展望未来 不料成青崖一听这话 二话不说甩脸子就走 小弟们也跟着纷纷闪人 一场好好的欢迎仪式 就这样被搅和了 乔治勇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 因为成青崖的脑回路 跟他不一样 成青崖咽不下这口气 准备给乔治勇来个教训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